她的体重一度达到86公斤 女儿嫌她胖 大女儿在9岁的那一年 她跟我讲 妈咪 你太胖了 本地肥胖率越来越高 奖励里劝 24小时的邻里健身房 能让国人冻起来吗 怎样才能甩掉脂肪活得健康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这些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然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资 如今会便宜 我们还可以不要吃亚 没有办法的 就是到时才打算 为了生活也是要做 在我受下来之前 我是很自卑 不知道去到外面 人家会以怎样的眼光 来看待你 不认识洪丽萍的人 也许不会知道 几年前的她自信心跌到谷底 当时她的体重高达86公斤 比现在多出整21公斤 以她151公分的身高来说 确实是超重了 衣服当然是非常的受限制 穿来穿去就是那几件衣服 而且很像我这样 我根本没有办法 很像普通一般人这样 走进去服装店买衣服 因为每一件进去的话 都是没有那个尺寸的 但是女儿的一句话 激发她踏上减肥的道路 当我的那个大女儿 在90岁的那一年 她跟我讲 妈咪 你太胖了 得要做一些东西 要不然的话 你去我的学校 她讲的时候 就是不是很愿意 让我去她的学校 所以那就是 激发我的 她真的要踏出那地步 丽萍开始勤家运动 经过五年的努力 终于渐渐瘦下来 目前她一个星期的运动量 多达五天 运动会包括 就是Zumba Kid Boxing Book Camp Circute Training 还有自己跑步 这样的一个运动量 已经维持了大概两年 所以这两年的时间 会看到比较好的效果 基本上 因为比较 Consistent 其实像丽萍一样 面对肥胖问题的国人 越来越多 保健促进局 一项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成年居民 过去15年 平均体重增加了3公斤 截至2016年 年龄介于30岁到39岁的男性当中 就有42%的人超重或肥胖 女性则有28% 如果不有效遏制 到了2024年 肥胖率将会达到15% 仅跟肥胖问题严重的国家 例如美国 保健促进局授询时说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身高体重指数 BMI只要在25以上就算是超重 在30以上就算肥胖 保健促进局的发言人表示 新加坡的肥胖问题值得关注 新加坡的肥胖问题是蛮严重的 每10名新加坡人里就有一名肥胖 有肥胖的问题 而每10个新加坡人里就有3名超重 然后在这群超重或肥胖的人群中 增加量最高的是来自年轻人 尤其是那些在工作岗位的年轻人 而这群年轻人当中 他们的运动量减少 但是饮食没有减少 所以他们的长久不动的生活方式 加上热量的吸取比燃烧得多 是导致新加坡肥胖率增加的 其中的一个因素 踏入职场后更容易发福 前线听听上班族怎么说 会啊 肯定 吃得晚 运动少 睡得晚 都有 不会 为什么呢 我本身是蛮喜欢运动的 所以我会经常在下班之后都会来运动 就工作时间很长啊 尤其是在金融界 还好 不会 为什么呢 可能饮食方面比较注意吧 对 怎么说 就是尽量少吃那些煎杂啦 或者是可以自己说一个星期 至少要吃两次杀绿之类的 会啦 所以以前 读书的时候可以来两三个钟头的运动 但是现在是因为又有了孩子 所以可能差不多半个小时一个钟头 网友又怎么说 常威优说 不定时 熬夜 餐餐不均匀 常吃快餐是导致上班族发福的原因 正在量子说 无形工作压力太大了 研究慢性疾病的学者表示 生活习惯的改变 以及工作形态的变化 都造就了肥胖问题 工作人员已经改变了 所以有更多的工作 需要缺乏少的活动 所以我们经常有缺乏少的活动 在工作 最多的我们在 leisure time 只要坐在电视线 然后休息一下 然后休息一下 所以生活有改变 肥胖可能导致疾病 例如糖尿病和高血压等 学者说 如果不尽早行动 未来患有糖尿病的人数将会增加 我们的数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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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计算 我们会有万万人的数量传统 在2050年轻信 在新加坡 然后那些人 我们的数量传统 但是我们的数量传统 但是更重要 因为我们的数量 我们的数量传统 和病重量很快 有道士 众赏之下必有勇夫 想历历劝能够鼓励国人动起来吗 我看不会 因为我是从内心出发的 我不需要这种鼓励